1946年7月29日 马歇尔宣布对华实施军火禁运 一般估计国军的储存弹药只能维持半年 到1947年3月 缺乏弹药对国军战力的影响已逐渐促进太阳 同年5月20日 苏联与中共签署哈尔滨协定 明文规定 租联将扶资日军的军器分两批交给中共 国共双方后勤供需的肖长立竿见影 根据统计 1947年1到6月 联勤兵工厂自立生产的枪弹为1579万7750发 而消耗量却高达3590万3400发 为生产量的2.27倍 炮弹消耗则为生产能的1.38倍 光就这两项数据便可以看到 国军在弹药补给上所碰到的危机 1947年3月5日 中共统一作战部队名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声势见龙 这个时候他们看出了国军的弱点 于是四击四出成战 以消耗对手的弹用 三天我们不是不打败 没有磁地 没有磁弹 他由银头换我们就担走啊 我们打一个 他起码是一个银 我们就少了一个磁弹 那个状况 你打好了 没有磁弹你磁 他才上上上 偏地去 几十万 国民党的经济签 二十五发子弹 我们死了二十五个人 这二十六个人 钱就拿过来了 那他把人根本救 就不但人了